哈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艾迪先生,我是阿美美,今天要来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我家的冰箱坏掉了,对啊,对啊,就是我旁边这一台劳苦功高的冰箱,三十几年,快十十年了,我们这一台冰箱,替我们服务了, 三十几年,快四十年,真的是非常的粗壮,当时我们买的时候,就买的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用到现在都不会觉得不够用,那除非说,它真的是已经不行了,那本来,本来它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采取维修的方式啦,那我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不需要维修,就是, 压缩机坏掉,那就没有修的价值了,那就算了,那一台冰箱能运作三四十年,真的是相当不容易,因为我们那天去买的时候,那个店员说,哦,你的冰箱用了那么久啊,现在冰箱可能没办法啊, 我说好吧,那这个事情我大概也知道了,因为现在电子化嘛,之前都没有电子化,没有电子化存在机械室,大概可以耐比较久,电子的东西不像存机械室的,我们也大概可以理解, 那不过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一台,劳苦功高的冰箱吧, 哦,来吧,修了又修,修到让它修,压缩机它就是不听话,没办法,这台冰箱讲实在话, 哦,我修了很多地方,哦,那包括它里面的那个什么, 加热的是不是?加热啦,尤其是那个,它里面的一个,一个橱霜的管子,哦,我自己也换过,然后叫人家修了两次, 不过到最后还是自己动手把它修好了,哦,那事实上我后来有加一些安全装置, 比如说温度感应,自动断路的,都有另外再追加上去, 哦,不过很可惜,它竟然压缩机坏了,那这些人家装了就等于是多余的啦, 我还记得是要买那个塑胶,那个袋是要处理,那也不用处理, 蜜蜂条也不用,也不用蜜蜂了,那买了还没有跟它装上去, 因为这个这个冰箱的蜜蜂条总是会老化嘛, 啊,事实上我有买好还没装,它就已经离我而去了, 所以那也不用装了,那不过这个冰箱啊, 讲实话也真的是劳苦功高啦,那也陪有人度过了这么多年的岁月啊, 那真的是要感谢他啊, 替我们这些日子来的服务这样子啊, 那这些东西比较不会坏的啊,我就, 还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啊,因为, 呃,不是小东西嘛,你刚去店里买,直接拿走不可能啊, 那就是要等厂商安排送货啊,所以在这里面也摆了两天,对啊,嗯, 我们来做冰块,像我们来用这个,这个保特别, 暂时用冰块啊,然后维持一下比较低温一点的能量,对啊, 那不过,这一次啊, 这冰箱损坏啊,我这个啊,也发挥了很大的功能啊, 嗯,因为这是电子式温度计,他里面记录每一分钟的记录啊, 所以他从,嗯,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坏掉, 我都知道啊,嗯,所以里面的食物的一个回温状态啊, 我都有在掌握啊,嗯,所以说,嗯,才不会说造成食物的损坏这样子啊,嗯, 那当然,当然,已经工程生退了嘛,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哎, 我们的新的冰箱在哪边呢?对,来,终于要看新冰箱哦,好,就在这里, 哎,这一台啊,哎,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庭主妇的高度而买的,啊,事实上我们去看的时候有比较高的, 一百八十,大部分都比这一台高啊,然后我根本就,对,就拿不到啊, 手拿不到啊,嗯,嗯,那我们就特别挑选一台没那么高的,啊, 比较矮一点,比较适合我,对,啊,不过像,像目前的冰箱,大概就这样子啊, 一级啊,一级能源,嗯,嗯,嗯,这个能源效率一级,这个算是比较好的啊, 嗯,好像也是有变频嘛,哎,有,这个有变频,有变频啊, 啊,有变频的话都会比较省电的啊,嗯,嗯,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之前我们的冰箱门是在从这边开的,这边开有个,有个麻烦, 就是说,你去厨房的时候,因为厨房在这一侧嘛,啊,变成要绕一圈,啊, 啊,这边的话厨房来啊,直接开,直接比较顺手, 我们开给各位看,那这样开,哎,还不熟悉啊,对,啊, 啊,直接直接开就可以了,好空哦,啊,从那边直接拿,拿到,拿到厨房去啊, 啊,那,果真新的冰箱比较豪华,嗯,之前这里面没有,比较宽, 没有,之前里面没有电灯,对,之前没有,之前只有冷藏有电灯,冷冻的地方没有电灯,哎,哦, 那他侧边也还看,那侧边讲说也可以摆满多东西,你看,哦,这个, 可能有些东西需要冷冻的东西可以摆在上头,哎,不过据说不可以摆冰淇淋之类的, 啊,因为开关关,啊,温度可能会,会有,有影响,啊,因为冰淇淋之类需要非常低的温度,啊, 不适合把它门上,啊,至于其他需要冷冻的,在这边是OK的啦,嗯,啊, 然后,这里面,啊,空间蛮大的,啊,然后他也有附账一个制冰盒, 制冰盒,对,在下面,你看,刚来我都没有,都还没拆, 这个很特别哦,听说是还不错的,叫做什么,制冰,制冰盒吗,对,把它拆开了, 因为之前我们那个制冰盒啊,是在一般的商店买的,那就是传统的,那这是冰箱附的啊, 就是说,他要取冰块的时候比较容易啊,因为据我以前的经验,夏天啊, 很好做,那用制冰盒,一般的制冰盒做啊,那个冰块要弄下来,很麻烦, 说这个啊,用旋转的,可以把冰块取,不晓得怎么,好,是长这个样子, 对,对,对,然后,然后他这样子,啊,转,他就底下有那个盒子, 盒子接冰块,啊,会接冰块,是在叫吗,是表示你开太久吗, 开太久,对,所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这个,这个,冰块就可以,冰块就掉到,冰块掉在这边, 对,加这里,然后这个,这个当然要加水,当然要加水,对,对, 不过这个量还真少,哈哈,那可能要另外,对,对,对, 再做几盒,对,这样,可能他制好以后就是,就是转一下冰块, 就叩叩叩掉到下面,嗯,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去, 我们再弄洞库咯,这样放吗,先放,对,先放进去吧, 那下面就好了啦,因为,可能在左,左,左边好了吧, 左边,啊,随便啦,随便啦,其实可以放就好了, 不要挡,挡住,我记得,我记得,是不是应该,应该放上面, 上面是出风口,应该无差啦,最主要这个,这个出风口, 不要挡到啦,讲实在话啦,像这个出风口,那上面也是, 是,好像是一个出风一个回风的啦,那个不要,不要去挡到, 尽量保持畅通一下,对,对,对,不要挡到那些气流, 这样就可以了,啊,他有电灯我觉得不错啦,啊,这个高度, 你看我们阿妹妹,要再拿,都轻而易举,不用拿椅子,哈哈, 本来我看上另外一台,可是要拿椅子,就算了, 团器是这样关吗?對啊?关得下吗? 诶?诶?诶?是弄到什么? 好像是放的不够里面,我看一下,你放的不够里面吗? 诶?诶? exempel的,好好好,啊, 踩踩腳會提醒你 那裡面還有再打開介紹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好了 因為我們連自己 自己都還沒看過 然後 我剛才稍微看一下說明他說這叫什麼 冷溫室 冰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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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冰溫室就這樣拖出來 譬如你買了一些 新鮮的 肉類 肉類 或是一些沙拉 生菜沙拉 魚肉 豬肉 肉類 他冰溫室的說法就是說 他是負一度吸 負一度吸的話就說已經接近零度了 那一般來講 食物在零度會結凍 因為像肉類裡面還有鹽分 所以他還沒結凍 事實上是已經在零度了 負一度吸就不會太能 然後就說你 你就不需要解凍就可以直接 做料理 就直接切肉 切魚 都可以直接 算是 比較方便的一個做法 那這底下就好幾層 一般就 你要放什麼 瓶瓶瓶瓶瓶瓶 就要放玻璃的 有點擔心 不會如果擔心的話可能你要 要夾個塑膠墊 我覺得怕怕的 我覺得怕怕的 教室比較不會撞破 我在想 要小心 對 有時候會放什麼玻璃罐 不小心倒下去 會不會 砍 砍 然後 這個 這個是 這個 蘇果式 蘇果式嘛 買的一些水果 因為我們家裡講 要把它弄大一點 不然我們 對 我的鍋子根本擺不下 鍋子擺不下 鍋子你擺這邊擺不下 好像 看著怎麼覺得擺中午 對啊 怕怕的 對啊 因為有時候我看你好像整個大鍋子就擺進來 那像這樣 有差勒 以前是鐵網子 鐵網子 對啊 對以前那個是鐵網子 我看一下 這個你看 這個鐵絲網的 就不用怕 鐵絲網都不怕 你看這很硬啊 很硬啊 啊 你看這個這個空間很大 有沒有 那這樣 他整個鍋子塞進去就OK了 那現在那個都是玻璃的 讓你 覺得 有點 膽戰心驚的感覺 像那設計幾乎都這樣 可是那現在設計都這樣子啊 也沒辦法 也沒辦法 你就 想辦法適應了 我在想 那側邊就會 一些什麼 這個什麼 放那個 雞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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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 小的那個 空間 讓你去放一些 其他的東西 像這個 這個也是有一些 喔 上面擺蛋的啦 什麼都有嘛 一樣啦 只是這個地方比較 比較擔心一點 對呀 不過這個空間也是蠻大的啦 這個 放平平 要不然就放這邊 放飲料 什麼之類的 我開始要放這邊 這邊 放比較輕的 對對對 你覺得 怪怪的 怪怪的 新的都覺得很擔心 啊 剛才 剛才是冷凍庫啊 這一次冷藏室嘛 那事實上他的調溫就在這裡 啊 調溫的 對不對 那這個譬如說你調冷凍庫啊 就這個顏色 啊 啊 有沒有 行緩這樣子啦 一直壓就對了 對對對 cycle嘛 冷藏是一樣啊 冷藏就這樣子啊 三格 四格 五格 他可能基本上 設在中間吧 對基本上設在中間 動態是設在中間 從外面大概就可以直接操作了啦 他現在在急凍嘛 可能因為你現在溫度比較高嘛 他自動在急凍狀態嘛 所以都是面板這樣操作了 容量也跟原來的差不多 當初會選擇我們台灣的 製造的就是說 我是覺得 維修方面可能會比較 零件的話 比較方便 可能找零件比較好找 對零件方面 維修方面 可能比較方便 因為 因為這冰箱你用可能用個幾十年 我們不能講幾十年 就很多年 對很多年的話 你要維修幹什麼 可能比較容易一點 對 有些的話你要找零件 就說缺你就是沒辦法 就是要 報廢了 對對對 這可能 比較好一點 對 你覺得 萬一要修比較有材料吧 是啊 是啊 那現在是不是要把東西 搬進來 那當然你要 要 搬進去之前 都要先將裡面稍微擦拭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就還不搬 我們 等 等 之後我們擦拭好 我們再把東西塞塞進去 好啊 那就是今天就 對跟介紹 介紹我們家的新冰箱 對 終於等到了 好那我們新入手的冰箱 就會各位介紹到這裡 那希望各位會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按讚 也別忘了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